走,我带你们去逛一下佛山本地的集市 遇到你不认识的食材 你一律可以把它们认为是用来煲汤的 没错,乌龟也是用来煲汤的 这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可以用来泡水煮粥 这是纯手工打造的刮菜板 一位本地的大叔正在挑选他心仪的小猫 这是一只虎头虎脑的中华田园犬 芥兰,菜心,生菜,辣椒,番茄,木瓜 这些菜苗都是本地阿姨用心种植出来的 要降温了,秋余秋复的款式也多了起来 这是土芙苓,五指茅桃 都是用来煲汤的 这个大家就熟悉了 刚做的花生糖 这些是晒干的咸鱼 这是槽散的特色 被鱼肉砸过的主皮 上链接,家人们五元就能带回去一只小猫羊 一位本地的阿姨告诉我 这个北手要是煲汤 这些是油干和橄榄 也是可以用来煲汤的 大家看这个很漂亮 这个是佛手 可以用来煲汤泡水 这是没有被采摘的佛手 现在的北方已经很冷了 但是广东这边还是鲜花木放 没想到集市还有卖手工桃子的 这是木工师傅必不可缺的工具 开头的时候讲了 不认识的,一律按煲汤的 一位阿姨已经准备好满载而归 我也准备回了 给我妈带点好吃的 老板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 他的种类齐全 价格也很清明 所以很多街坊都在这里购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